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5月17日 圣日以门大胜蓝斯保增冠希望 星期一凌晨 发甲上演焦点战 为免冠军巴黎圣日以门 坐镇主场迎战蓝斯 上半场 麦巴比扎角度射门踢偏 迪玛利亚粒射偏出 亚迪咸特禁区内手球染红送十二马 尼玛操都命中 麦巴比推射建功 下半场 麦巴比战射打偏 安达区里拉远射中柱 尼玛保射被吹越位 马坤努斯投锤破门 摩斯坚因低射建功 最终圣日以门主场以4比0大胜蓝斯 由于另一边双的利尔 同伊天湖交白卷 圣日以门得益领先的利尔失分 距离榜首只有一分 冠军元廉将留到最后一轮 比赛开始 13分钟 麦巴比访过拉迹高域扎角度射门 痛到亚迪咸特 球证出示红牌 并且判伐十二马 尼玛操刀一撮而就 圣日以门领先蓝斯1比0 24分钟 霍基特后场传波失误 麦巴比中路推射破门 圣日以门领先蓝斯2比0 28分钟 迪亚扎角度射门 过波略门移过 32分钟 达格巴禁区右侧横传 马坤努斯中路抢射被挡出 42分钟 麦巴比禁区中路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打门偏出 半场比赛结束 圣日以门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更衣室 换边再战 50分钟 麦巴比禁区左侧外脚背战蛇偏出远门柱 57分钟 安达区里拉远蛇 击中立柱弹出 尼玛保射破门 可惜被吹越位在先 63分钟 迪玛利亚传中 尼玛投锤弓门被拉迹高域挡出 68分钟 尼玛开出角球 马坤努斯投锤破门 圣日以门领先蓝斯3比0 90分钟 后被上阵的摩斯坚因完成最后一攻 他按区内 转身低射破门 圣日以门领先蓝斯4比0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圣日以门主场以4比0大胜蓝斯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 英超二甲八格NBA等星赛 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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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